产后水肿 我觉得如果一旦发生了 要排除这个疾病导致的水肿 比如说产后贫血 产后呢孕妇因为在分娩的过程中 抛妇产呀分娩呀 就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出血的情况 那么就会导致产后贫血 产后贫血呢 如果贫血严重的话 那么血红蛋白的减少 就会导致它的细胞水肿 铁含量减少导致细胞水肿 这个呢就是因为疾病性的水肿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水肿是由疾病导致的 那我们就要积极的去治疗这个疾病 比如说贫血 比如说低蛋白血症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也没有贫血 也没有低蛋白血症 没有疾病而导致的这个水肿呢 那我们消除这个水肿的这个办法就有很多 比如说可以适量的增加一些蛋白的含量 比如说虾呀鱼呀鸡蛋白的每天三顿饭都要吃一些 另外我们增加这个活动 每天饭后散步半个小时啊 还有一个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抬高你的双下肢 这样的都增加那个回心血量都有可能缓解这个水肿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那么多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